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走来走去 赶快找我的位置 位置就没有了 还是一如往常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家人科学往常是我们中央大学主办的一个科普活动 主要参与的对象当然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这次我第一次看到有很多小朋友 不讲话以为已经进到儿童乐园 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是有一点儿童乐园的味道 因为待会我介绍这个今天的讲师林老师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有多厉害 那我先介绍自己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 今天第一次来的Muffin Ging的时候好吗 好 我先欢迎你们 我们其他老朋友鼓掌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是 我是明星大夫朱庆齐 这个中央大学物理系的老师 那是这个家人科学广场合作活动的主办人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 诶对 这边有一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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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不是待会就要挖 就不要发东西给他做呢 好 诶 直接订下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讲师喔 非常有趣 這是假日科學廣場第一次以魔術為主題 辦這個科目的活動 第一次辦這個以魔術為主的主題 我們就請到魔術網址 今天在我們國內 如果要辦科學魔術的活動的話 你會請到林老師就是非常非常 這是第一把腳要引 我簡單介紹一下林老師他的資歷 小朋友們 如果你們上了大學之後大學畢業 然後你想要繼續念研究所的請舉手 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什麼是研究所 你要念碩士念博士的請舉手 有一些小朋友想念 那朱老師在念書的時候 比較可憐沒有這種 就是林老師念的那個研究所 如果有林老師念那個研究所 我那時候就會去念那個研究所 那個研究所 我們一般簡稱就是玩具研究所 然後全名是玩具與遊戲 設計研究所 你一邊念書可以一邊玩 一邊玩遊戲一邊玩玩具 有這麼後康的事情 對不對 以後想要去念玩具研究所 你看小朋友都想念 所以林老師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玩具 與遊戲研究所的畢業的學生 然後他做魔術這件事情已經做了非常非常久 最近一個代表的作品 我可以用一下這個 大家知道宜蘭童萬節嗎 知道 那林老師在這個宜蘭童萬節 7月3號開始為期一個半月 他在這個童萬節的這個節目裡頭 設計了一個魔法屋 非常精彩 那希望就是各位大幕小朋友們 小朋友們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玩一玩看看 但是呢 今天參加加日科學廣場 實在是賺到了 你看7月3號還沒有開始哦 同樣一點還沒有開始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暖身 先玩一些非常有趣的科學遊戲 魔術的科學 今天的這個題目呢 認不認識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愛麗絲 真的哦 真的哦 你什麼時候看過他啊 你怎麼認識 對 你們都跟那個毛毛蟲講過話 跟排兔講過話 跟那個那個撲克牌講過話 那今天的題目 我們定為童話愛麗絲的科學遊戲 所以非常的精彩 那整個節目呢 我們現在就交給我們 李毅伟林老師 來為大家做主持 熱烈的掌聲歡迎 好 謝謝朱教授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大家晚安 晚安 喜不喜歡看魔術 喜歡 小朋友朋友好認識 喜歡看魔術 其實魔術的背後 都有它的道理 哪有哪兩個 哪些道理呢 只有兩個 一個叫做科學 那另外一個叫什麼 哎 我回答得很好 你說魔術是變魔術 哎 你用了什麼 我用障眼法 我相信你們都會用這兩個 都會用這幾個名字 障眼法 其實如果以 我們學術的角度來看的話 魔術是變魔術 第一個科學沒有問題 第二個 他會用到什麼 用到做 迷思引導 好 這有點不太容易解釋 等一下 我就會解釋給那位聽 但是在我們今天活動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知道 我們在場所有的來賓 跟我的默契好不好 所以我這邊準備了一個鈴鐺 來 麻煩大家借給我你的雙手 等一下你聽到我這個鈴鐺 如果搖一下的時候 你就跟著我拍手拍一下 我要看看 哪一邊 有人放炮喔 好 看看有沒有很整齊喔 好 我搖一下只能拍一下喔 仔細聽 聽完鈴聲再拍手 有沒有很整齊 沒有 差一點點 好像這邊慢了一點點 這邊快了一點點 好 我們再來一次喔 聽完鈴聲再拍手 不錯不錯 整齊多了 好 那請問你 如果我搖兩下 你們要 拍兩下 好 試試看喔 聽完鈴聲再拍手 哇 我們全場這麼多人 這麼有默契啊 那如果我一直搖 你們要 一直拍 一直拍 拍到什麼時候 一 那我聽為止 好 注意看喔 不要我聽一下 你還多拍了一下喔 注意看喔 我聽了一遍 不要拍喔 注意看喔 來 我沒有搖耶 我沒有搖耶 我沒有搖就不要拍 好 所以記得 等一下看魔術的時候 你的眼睛要看 你的耳朵要聽 最重要的是 你頭腦要動腦筋 跟著想 你才會 看得懂 聽得懂 才會知道它是怎麼原理的 因為 魔術的背後 都有科學的道理 好 那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童話 泰莉絲的 科學遊戲 今天是4D版本 好像最近在上半年的時候 上半年的時候 3月份好像有一個電影 阿凡達 阿凡達 阿凡達在前面有一個愛麗絲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有 大概今年2、3月的時候有一個愛麗絲嘛 好 那個愛麗絲呢 你有沒有看過 那時候要戴3D 立體眼鏡看到有3D對不對 今年 今天又多了一個D 多哪一個D 對啊 今天要多哪一個D 我們今天要多的是DIY 哎呀 讓你來動手做嘛 讓你看完了以後要動手做 這樣才能加深你的印象 好 所以呢今天有很好玩的動手做的遊戲 好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童話故事 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對不對 好 不過呢我想說大家太有印象了 我就不會太多花時間來解釋它 不過 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剛剛我們的朱教授 已經把我的過去的經歷解釋過了 然後其實呢 哎 我叫做林奕偉 但是大家很少叫我的名字 因為我小時候 最討厭寫我自己的名字 好難寫啊 這筆話好多啊 所以呢 沒關係 所以你就可以叫我什麼 你就叫我魔術王子 叫什麼啊 很噁心是不是 很噁心啊 叫人家魔術王子 怎麼會很噁心呢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這個太難寫 你覺得這樣叫人家太噁心的話 那你叫我王子好了 啊 好什麼 吐出來啦 沒關係啦 我知道你在叫我就好了 好 那我這幾天 這幾年我在做什麼事情呢 除了運氣的表演以外呢 我有做一些演講 比如說 我常常在一些節目上 有做一些演出 比如說迪士尼的 這個迪士尼頻道 我曾經做過節目的演出 然後呢 也常常到全省 或者是新加坡 中國去做一些特別的演講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活動 就剛剛提到了 今年我做了一個 童歡節的一個展示 做了這個魔法舞 在這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魔法的很好玩的一個現象 這是我這幾年做的事情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 今天 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 今天我要配合這個 愛麗絲的故事 來跟大家來分享這個 很好玩的遊戲 每次講到愛麗絲 大家會馬上想到的是什麼 愛麗絲 身體會變大面相 對不對 好我要告訴你們 魔術網址最厲害的 也是把東西 越變越大 越變越多 你們什麼東西想要 越變越多 會不會太實際的一點 錢要越變越多 好沒關係 錢要越變越多 那我就來示範給你看 我最喜歡滿足小朋友的願望了 好錢要越變越多 每次我拿我的錢包 等一下不對 每次我拿我的錢包 有人就開始用很質疑的眼光 看著我 魔術師的東西 動過手腳 這樣好了 在場有沒有人 願意借我鈔票 我用觀眾的 就比較沒有問題對不對 有沒有人誰 願意借我鈔票 我來變給你們看 有沒有 誰有鈔票可以借給我的 來 有沒有爸爸媽媽媽 願意借我一張鈔票的 我們來試試看 太好了 太好了 來 這是多少錢 一千 一千元 好 這個鈔票號碼是 465258 每一張鈔票都有一個單獨的鈔票號碼 465258 好 我剛說過魔術是哪兩個科學原理 哪兩個原理 第一個叫做科學 科學 第二個叫做 障眼 也就是我們剛說的 迷思引導 迷惑你的思想 把你的注意力 隱藏到一個地方 好 迷思引導 好 那講到科學呢 我先講 因為我們今天小朋友 來自不同的年齡層 那這個魔術非常簡單 我用的什麼原理呢 像冬天的時候 天氣比較冷 你們手一直摩擦 請問你 摩擦聲 熱 很好 那我現在把這招標對折 對折 再對折 很多人都懷疑魔術師的袖子 我現在把袖子稍微捲高一點 好 對折對折再對折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錢這樣 左邊摩擦一下 右邊摩擦一下 中間再摩擦一下 磨得熱熱的 然後把他吹火氣 我忘記現在是夏天了齁 應該不要摩得這麼熱耶 糟糕了 我把他打開看看 一張變兩張 謝謝 謝謝 哎呀真好啊 謝謝 兩張就想好好拿回去喔 這是我騙出來的耶 有沒有問題 有 有 有什麼問題 當然不一樣一樣叫假超啊 有沒有問題 小朋友檢查然後仔細了 還有沒有問題 再騙一次 再騙一次啊 再騙一次啊 好 本來我告訴你們 魔術是不能變兩次的 魔術是不能變兩次的 但是呢 科學的實驗是可以一做再做的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科學的元素 你只要放是同樣的原理進去 我們產生的結果應該要一樣 這是科學的道理 那今天來到這裡呢 朱香秀也特別提到了 今天來到這裡 那難得有請到這樣子的一個 魔術的這個活動 所以今天我們要不計任何代價 不計成本 所以他說 只要讓觀眾開心 有任何問題 他願意承擔責任 所以呢 我現在當眾宣布了 來 有沒有哪一個家長 願意借我鈔票 你可以請你們家裡的小朋友 拿到台上來 我就負責等一下 等一下 你講完 好 那我要麻煩小朋友 千萬千萬不要動我的桌子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邊架設一些電腦設備 還有一些線材 因為曾經有人就是小朋友 像從那個地方穿過去 我電腦 噓 當天演講就全部滾了 所以麻煩各位小朋友 千萬記得桌子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過來 除非我有請你到台上來 麻煩你再來 請到台上 好 那我剛剛說了 有沒有哪一個家長願意借我鈔票 你可以請小朋友拿上來 等一下還沒有說完 等一下還沒有說完 好 然後呢 我還沒講完喔 然後呢 等一下 哪一個家長願意借給我 我就負責把那張錢 把它一張 變兩張 兩張都還給家長好不好 好 你們要借我錢的 趕快 好 綠色衣服 等一下我先問你們一下 一個拿一百塊給我 一個拿一千塊給我 好 你們要變哪一張 一千元 一千元 好他就出來了 來來來 那動作比較快 請到台上來 好 來 我告訴你 這兩個效果是不一樣的 來來 你可以到台上來了 來 我這邊要準備一個小板凳 來讓你在小板凳上面 看得比較 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來請你站上來 好 一千元為什麼要用一千元呢 因為一千元 效果比一百元好失敗 對不對 好 那麥克風借我一下 我來訪問一下這個小朋友 來 請問你 告訴大家 你叫什麼名字 廖金浩 哦 廖金浩 你幾歲 八歲 廖金浩 八歲啊 結婚了沒有 我不會回答了 我只是試試看 你腦筋是很清楚而已 好 那現在呢 請問你 來 你剛剛拿的這張是多少錢 一千元 一千元 誰給你的 媽媽給你的 來借我一下好不好 來 媽媽給你一千元 好 現在仔細看喔 超票號碼是 084455 好 084455 現在呢 我把這個錢 在手上把它推折 對折 再對折 再對折 再問你們一次 摩擦 摩擦 升熱 你看小朋友都記得了 非常好 摩擦 升熱 好 那我再把它折小一點 你幫我一個忙 用力吹口氣 吹氣就好了 不要對我吐頭吹 吹好以後好像成功了 我剛剛怎麼說 我要把這個錢一張變 兩張 兩張要怎麼樣 什麼吃掉 什麼變四張 不要貪心 兩張還給小朋友 還給他媽媽對不對 大家幫我做見證 魔術王子不會說謊 來 我就把這個錢一張變 兩張 兩張還給你 謝謝 等一下 好像 好像有什麼問題 來 我來直接問這個小朋友 來請問你喔 一張變兩張 你高不高興 高興 高興 沒有沒有 你自己想想 一張變兩張 你高不高興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啊 我看他媽媽的臉色 不太好看了 哎呀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色的比較漂亮啊 不然為什麼要穿紅色衣服對不對 好啦 這樣好了 這樣好了 既然 我們魔術是用來學習科學 魔術不是用來騙錢的喔 我們不能用成兩百塊 還給他嘛 對不對 最後我要把變回這 一千元 不要貪心啦 變回剛剛的一千元 還給這個小朋友 還給媽媽 但是呢 我們要經過一些挑戰 不然呢 沒有經過挑戰 像平白無故就還給你不行的 我們都知道 最近這個假超很多 我來問他 如果 因為這個小朋友 個子還很小 年齡還很小 我會回答 沒關係 大家可以幫他回答 我只問三個問題 如果三個問題答對了 我就把這個簽 這個鈔票變回剛剛 一千元來幫給他 如果答錯的話 不好意思 我把它收下來做紀念 好 第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 這個鈔票 這邊有個白白的地方 一百元鈔票白白的地方 裡面有一個浮水印 裡面有一朵花 好 請問你們 這個是什麼花 什麼花 什麼花 梅花 梅花 對不對 對 答對第一題了 太好了 好第二題 更簡單 這一邊有一條金屬的線 這一條金屬的線 轉一轉 會 怎麼樣 變顏色 會變顏色 對不對 太厲害了 變顏色 好答對兩題了 第三題 更簡單的 好看到了 來第三題 來 有沒有看到假公 有 有沒有看到假公 有 有沒有看到假公 有 沒有 看到假公是假鈔 對啦 這個叫國庫啦 我們怎麼小朋友 假公國庫分不清楚啦 有沒有看到長的樣子 就是覺得是假公 不要弄錯了 不過這個小朋友很厲害 三題答對兩題 我算他答對了 好再來一次 把這個錢 對折 對折 再對折 摩擦 再摩擦 來 再最後一題 可以打開 打開 打開 來 兩張變回不一張 謝謝 謝謝 好來 等一下我們工作人員 記得送他一個小禮物 好 剛剛 其實你看到了 我剛剛說過了 魔術的背後都有他的科學道理 那現在呢 我們來 今天來開始 今天正式的內容 我們要教大家 來做今天的四題 DIY 可是 在我們活動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確認一下 我們大家的 我們大家 到底 你們的邏輯觀念 是不是很清楚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來開始順一個故事 我們來把它進行下去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艾麗絲一開始呢 看到這個兔子 跑出來 然後喊著 來不及了 來 然後就跳到這個洞裡面去 掉下去了 然後結果呢 艾麗絲趕快也跟著下去 看到兔子抓到他 問呢 艾麗絲啊 到底是什麼來不及了 他說兔子說 哎呀 因為我要參加皇后的這個典禮啊 結果呢 發現這個時間好像來不及了 結果兔子就說 不是 不是來不及了 是因為呢 你不會看時鐘 所以才會覺得來不及了 我要問小朋友 你們會不會看時鐘 會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看電子表 都不知道時鐘是怎麼走了 對不對 沒關係 那我們來考驗一下 好 我們來看看喔 考驗一下大家 我這邊有一個時鐘 這個時鐘呢 只有十針 只有十針喔 好 那請問你 這個是幾點鐘 十二點 很好 十二點鐘 十二點的背面有另外一個時針 來 十二點的背面是 九點鐘 好 十二點的背面是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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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對不對 好 現在呢 我要開始請你們動腦筋囉 我要開始走動囉 我讓這個十二點的十針呢 往前走走到一點鐘 請問你 一點鐘的背面是幾點鐘 十點 好 十點鐘 小朋友說十點鐘 好 有人說不同的答案 沒關係 現在每一個人心目中想一個時間 先試試看 看看你的想法跟我的答案 也不一樣 來 十二點的背面是九點 所以 一點鐘的背面是七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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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那我們再往前走 好 你看好了 一點鐘的背面是七點鐘 一點鐘的背面是七點鐘 那現在走到十一點鐘 請問你 十一點的背面是幾點鐘 五點 五點 好 認為五點鐘的請舉手 好 好多小朋友認為五點鐘 好 有沒有其他答案 六點 六點鐘的舉手 兩三個而已 好 有沒有其他答案 三點 三點 三點的舉手 好 不用了 再拆下去 一二三個而已 好 現在請你心目中想一個時間 一點鐘的背面是七點鐘 所以 十一點的背面是 十一點 十一點的背面是十一點 沒有錯啊 十一點背面是十一點 那走回十二點呢 十二點 好奇怪喔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好 其實在講科學的時候 很多科學理論被複雜化 你搞不清楚了 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我們要把東西把它複雜的變成簡單化 你要找出很多的運用的一些道具 什麼叫運用的道具 所以你在很多的實驗室裡面 會看到很多的儀器 這些儀器的目的在做什麼 是輔助你 讓你可以看到它真正的原理 好 那我這邊 我準備一個很特別的 哲哩夢的透視鏡 哲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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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音哲哩夢 哲哩夢的透視鏡 這個透視鏡 可以讓你可以看到背面的時間指的是幾點鐘 你會猜錯 都是關鍵在什麼 都是關鍵在你不知道背後的時間 所以這個透視鏡可以讓你完完全全透視到背後 好 這個透視鏡是什麼呢 每個家裡都有的 這個東西非常便宜 一夾 我只要用一個一夾夾在上面 你是不是就可以透視到了 很簡單 我只是一個簡單的輔助工具而已 輔助上去以後 來 十二點的背面是九點 十二點的背面是九點 剛剛說魔術兩個元素 第一個叫做科學 第二個叫做迷思引導 那你會想到的是這邊叫做順時鐘 所以你馬上會想到背面叫做逆時鐘 這是你馬上會想到的事情 可是你不要忘記喔 通常魔術一定有個迷思引導 他在做什麼動作呢 其實他做一個科學的動作叫做近射 左右近射 當我今天在轉的時候 十二點的背面是九點 你看走在這個地方 我轉過來 這個就叫做近射 好 所以我這樣翻回去 翻過來這沒有問題 當我這邊往前走 走到一點鐘的時候 他跟著走到這裡 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忘記 他還要做一個近射 他兩個夾角還是都一模一樣 可是當我在做近射的時候 來到這個地方 可是近射之後呢 一點鐘的背面 就看起來像是七點鐘 原來就是這個原理 所以你看到 有了輔助工具以後 是不是很容易看到問題的結果 好 那我們再往前走 那再走到十一點鐘 走到十一點鐘的時候 你看他兩個的角度 還是以維持的 十一點鐘在這裡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都知道背面在這個地方 所以十一點的背面是 十一點鐘 這看起來好像是停在遠底 十一點背面是十一點 因為它有怎麼樣 有一個近射的動作 最後再走回十二點 轉過來當然又變回九點鐘 所以當我們翻轉的軸心 不一樣的時候呢 它的產生的近射效果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告訴大家 你要多多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利用簡單的道具 讓你的科學知識 可以透過這樣的東西去破解掉 原來很複雜的內容 好 這個原理應該很簡單 沒有問題吧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好 我們再回到這個故事 好 再回到這個故事 我們再看一下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呢 看到這個兔子拿著白錶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個什麼呢 我們要做另外一個遊戲囉 好 這個遊戲是什麼呢 後來這個兔子呢 它跳到這個洞裡面去 那我們在原來故事裡面知道 跳到洞裡面的時候 它洞裡面有很多什麼 擋住它的障礙物 啪啪啪啪啪 結果呢 它以為要撞到那些障礙物的時候 突然間咻 障礙物全部消失了 然後全部都掉下去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也準備了另外一個 類似的遊戲效果 來 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 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瓶子 瓶子上面呢 瓶子上面呢 我等一下放一個銅板 我今天準備的是一塊錢銅板 等一下我就放在這邊 給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這邊有攝影機可以把它拍下來 然後呢 我用一個套子把它套起來 所以我現在動作就是像這樣子 好 我把它切成攝影機給各位看 切成攝影機 好 這是不同角度的齁 我現在這樣子 拍側面好了 拍側面可能大家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好 拍側面的齁 所以你看到 昨天準備一個 好 我準備了一個銅板 放在上面 然後呢 再來我用這個銅板把它蓋下去 好 蓋下去以後 喔 怎麼會有一點點這個訊號在干擾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好 來 對不起 我把這個訊號把它放 好 好 可以這樣 好多了 好多了 好 現在呢 來 來 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呢 把這個呢 銅板放在裡面 然後把這個桶子套上去 所以還記得 銅板是把這個瓶口 是不是緊緊的蓋起來的 對 好 沒有問題齁 緊緊的蓋起來給各位看得很清楚齁 好 那現在呢 我把它蓋起來 好 蓋起來齁 蓋起來齁 蓋起來以後呢 我這邊準備一個鋼珠 來模擬這個愛麗絲 愛麗絲呢 欸 跳到洞裡面去的時候呢 碰到這個隔板 結果它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 銅板怎麼被它提掉了 好 再一次喔 來 愛麗絲體重太重了齁 好 蓋起來齁 銅板在裡面蓋著對不對 好 蓋著 然後呢 愛麗絲從這裡 跳下去 咻 欸 跳到洞裡面去了 拿開這個銅板看一下 銅板還是蓋在上面 好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好 等一下我來解釋 那這個遊戲非常的簡單 我們今天講到的是DIY 所以回到家 我們家長可以怎麼玩呢 你可以準備任何一個瓶子 準備一隻筆 或者是小鋼豬 然後呢 用一個銅板 然後準備一個套子 把它套起來 就可以玩這個遊戲了 不過 我知道我們家長非常辛苦 每次 小朋友要做勞作 每次要做一些工藝的時候呢 馬上回到家 把他們幫忙 對不對 把他們好辛苦 要幫你準備這些道具啊 所以我們中央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我們的豬教授 就為了體諒各位家長的辛勞 今天呢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直接 把這個道具送給你們 哎呀 方便多了 但是 但是 我知道小朋友拿到這玻璃瓶 家長一定擔心 回去要是摔破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用比較安全的東西 小小的塑膠的 好 那你不要小開這個東西喔 好 我們來示範一次 好 我們來示範一次喔 好 我透過這個 來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好 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了 好 我把這個鏡頭 拉起來一點點 讓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 有一個這樣的盒子 然後有另外一個蓋子 這樣的蓋子蓋上去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蓋子這樣蓋下去以後呢 好 你會看到 這邊有很多的洞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有準備了 五支釘子 當然為了安全起見 那是塑膠釘 你看這個釘子可以怎麼樣 可以穿透過去 這釘子可以這樣 完完全全的穿透過去 好 第一支 第二支 好 OK 你可以看到 五個洞都有這個釘子 可以穿透過去 好 現在 不一樣的地方來了 我現在把剛剛這個塑膠片 把這個隔板 隔在中間 好 是不是把這個洞都隔起來了 好 把這個洞都隔起來以後呢 現在這樣子 釘子是不是穿透透過去了 好 我們現在把蓋子蓋起來 好 蓋子蓋起來以後呢 你看好了喔 好 看好了喔 現在呢 我把這個釘子拿過來 你看喔 真的插不進去喔 真的插不進去 好 可是 這個釘子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這樣子拿起來以後 從這裡 刺一下 刺一下 欸 第二個 刺下去 好 第三個 刺下去 等一下我會翻過來給你們看 第三個 刺下去 好 第四個 刺過去 好 第五個 再把它刺穿過去 好 你看到喔 欸 五個釘子都把它刺穿了 好 有沒有看到 五個釘子都把它刺穿過去了 好 刺穿過去以後 我們先證實一下 這五個釘子真的是同一隻喔 絕對沒有中間斷掉的喔 你看到 我們在動的時候 那釘子都會跟著動對不對 好 那到底這個板子 拿開以後 是不是有五個動呢 我們打開看看 拿開這個板子看一下 釘子拿掉以後呢 我們直接打開這個板子 給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 還是 還是 擋在上面 好 利用這個時間 來 我們給各位30秒鐘的時間 爸爸媽媽 可以跟你們小朋友 來考慮一下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子的效果 我們先動腦筋思考一下 我們不要急著 有答案 好 來 大家思考一下 好 那我們工作人員呢 請到旁邊 先準備好我們的材料包 先準備起來 來 請你記得答案 不是指推給小朋友的 答案是要經過思考討論的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把答案慢慢的建構出來之後呢 欸 有了進口答案 你們再來驗證看看 你們的答案 跟最後我們實驗的結果 是不是一樣 這才是科學 真正的目的 好 剩15秒 好 五秒 3 2 1 好 時間到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螢幕 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其實你看到了喔 這個如果我要簡單來講的話 這個如果我要簡單來講的話 其實我用到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叫做槓桿原理 槓桿原理 好 那槓桿原理呢 要到國小中高年級以上 才會學得到 槓桿原理 國小一二年級 只知道槓桿原理 是什麼 是敲敲板 其實沒有錯 它跟敲敲板是類似的概念 好 那槓桿原理 它用到了有三個點 叫做支點 施力點跟抗力點 好 那我們先有了這個基本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回鍋頭來 先來看這個東西 好 我們先來操作一次 我今天把它蓋上去 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好 蓋起來以後呢 請你仔細看喔 現在我要試進去的時候 來 你看喔 因為蓋子蓋起來以後 我先 對不起 我先不蓋蓋子 不蓋這個 不放這個透明板進去 好 你可以看一下底下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手 好 可以看到我的手在底下這樣動來動去的 好 有沒有看到那個影子 好 那我再用一個白色的紙 我用一張白色的紙 這樣讓各位來透著看一下 是不是很明顯 好 所以呢 我現在給各位看到 這邊有個白色的紙 我壓在底下 讓各位看到底下有一些動 對不對 好 我現在把這個板子放上去 是不是就把這些白色的光源 白色的這個點把它蓋掉了 好 你看好了喔 第一隻要刺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刺不進去 中間這個絕對刺不進去 可是 如果我刺旁邊這個 看好了喔 我一刺下去的時候 欸 你們發現 白色的洞全部跑出來了 好 那第二隻要刺哪裡呢 第一隻一定要刺旁邊 好 第一隻一定要刺旁邊喔 第二隻一定要刺中間 為什麼 什麼 當我們在刺第一隻的時候 這個板子做了什麼動作 哦 翹起來了 那第二隻在刺中間的時候 為什麼要刺中間 要把它夾在這兩個底子中間 才不會你不小心手動一下 哇 它又倒回去了 所以呢 這樣夾住 然後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隨便你怎麼刺 其實要這樣子 欸 一隻把它刺進來 好 刺進來以後 哎呀 你看到嗎 五隻釘子都刺進去了 你在電視邊看到 刀刺美女 也是同樣的魔術喔 一個美女進到箱子裡面 然後看魔術 嘟嘟嘟嘟 lots 試下去 唉 實際上吃不到喔 因為美女在裡面幹嘛 額額額額額 一直躲來躲去的 所以當然吃不到 好 所以同樣的原理 你可以看到 哎呀 這樣就吃進去了 好 最後 你看 1973 一刺把釘子一起拿起來 拿起來以後呢 放平 這個板子會怎麼樣 因為重心關係 它的哼 釘回去 一打開來看 嗯 又回覆原狀了 這個很簡單 好 那我們來講 鋼龍原理 杠杆圆理在哪里呢 我们都知道杠杆圆理 我刚刚有三个点 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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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力点 好 那你看 其实我们的支点在哪里呢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圆圈的时候 你等一下仔细看 中间这个圆 中间这个圆 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变成支点 好 那支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拿的铁钉 我们钉子下去的地方就是支点 那抗力点在哪里呢 那我们知道杠杆圆理有好几类 这个叫做地密类杠杆 就是跟翘翘板一样 支点在中间的 所以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 翘起来的板子 那个地方就是抗力点 好 所以等一下呢 请你自己观察一下 哪里是支点 哪里是湿地点 哪里是抗力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 准备把这个道具 来 我们把它放下去 让每个人来实验一下 等一下你拿的时候 先检查一下 一个人有五支钉子 有一个盖子 一个那个下 下盖一个上盖 然后加一个板子 好 现在请工作人员 把它放下来 东西保管好 请自己的东西 自己保管好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材料一包一包 不得 万一东西掉了 对不起 我们也没有多的 可以发给你们了 好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 怎么样的操作 那我透过荧幕 我们再操作一次给大家看 好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样操作才是比较漂亮的一个表演方式的话 来 我们请各位花一分钟的时间 先去看一下荧幕 好 我现在在荧幕上再做一次哦 好 那我们能不能请工作人员 麻烦一下我们把前面靠近 荧幕的两边的灯 前面的那台灯 暂时的先关掉一下 靠近荧幕的就好了 好 靠近荧幕的 OK 来 现在呢 请大家来看着做一次 我先把这个板子放下去 但是 通常 好 请看这里咯 通常 我在表演之前 我会先用一支钉子 先试给大家看 告诉人家 当这个板子没有进去的时候 钉子是可以很自由的 进入出出的 好 钉子拿掉 这一次才真的把它放下去 而且你会注意看 看到这边有个小小的卡榫 小的是底座 大的是上面的盖子 好 盖好以后呢 来 我要插的时候 看看插哪一个呢 好 这时候要偷偷告诉你 这是有秘诀的哦 有些小朋友 第一个钉子很难插 对不对 告诉你 来 你看好我的拇指 你看我的拇指哦 我要传靠近我拇指的这个钉子 为什么要靠近拇指这个呢 因为我会偷偷的把 靠近拇指的这个洞 让它低一点点 为什么要让它低一点点 因为我插下去的时候 让它重心跑过来的时候 它挡在这个钉子上 好 所以我第一个钉子 要插的时候 我会故意让它 倾斜下来 我会让它这样子倾斜下来 第二个钉子 插中间 插下去 这时候 都已经计定好了 才把它放正 这样子的成功率 就会比较高了 好 翻线就在这个地方 好 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好 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好 那我们动作暂停下来了 好 在这边 当各位开始把这个东西 收回到这里面的时候呢 来 先听我一下 我动作先暂停 好 来 妈妈的你们借我一下好吗 也真主借我一下 好 如果你们同桌的伙伴里面 有人 有不同颜色的 因为今天我们提供这个东西 其实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东西其实很珍贵 好 然后这个钉的时候 不用钉到太下去 钉的时候呢 其实你看到这钉子 上面有一个卡榫 钉到这个卡榫的地方就好 你不要硬塞 然后在那边 哇 后来拔 轻轻的这样塞下去就好了 不用塞到底 然后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呢 在魔术道具店有贩 这个东西 魔术道具店买得到 这一个多少钱 根据我的经验 在魔术道具店买到的 大约 不会太贵了 大概台币八十块到一百块 所以你们知道 来到这边今天是物超所值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因为他们今天用这个东西 其实他们为了包装方便 都会用同个颜色的 如果 来 看一下咯 如果你今天 同桌的 有人其他颜色的 你可以让视觉效果变得更好 你可以自己去配色 你可以准备绿色的板子 绿色的盒子 但是你插上红色的钉子 诶 这样视觉效果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好 所以如果你们同桌的 有人愿意跟人家 稍微交换一下的 好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交换一下 让它这样有配色的话 诶 可能在视觉效果上会更好 好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20秒的时间 来 把它收起来 来 好 都收好没有 好 来 好 过去不让你玩 因为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东西要教你 如果你今天花太多的时间在这边的话 你可能等一下你就学不到新的东西了 好 我知道你很想玩 回到家 你再好好地练习 好好地练习 然后再来看 看看你没有什么样的新的概念 好 这里再把它研究出来 好 接着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瓶子 所以我们来举一反三 经过刚刚这样一个实验之后 你很明白知道 这个瓶子 它刚刚为什么钢珠会掉下去 为什么会掉下去 因为它掉下去的时候呢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因为这个铜板 铜板的重量 我们说铜板的重量 铜板的质量呢 它远远比这个钢珠 比这个小钢珠要来的小 所以呢 当这个钢珠在它上面的时候呢 因为钢珠比较重 所以它下去的时候呢 让这个铜板产生了怎么样 一个翻转 就像这样子 它翻转了一下 然后翻转了以后呢 钢珠掉到里面去以后呢 铜板因为这个力量 湿在它上面的力量消失了 所以它又回到水平状态 所以当我们再打开这个瓶子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原来 这个钢珠就这样掉下去 可是铜板还是维持水平的 所以同样的原理 我们用不同东西来解释 它的概念其实都是不知的 好 那再来 后来爱丽丝呢 一进入这个 变大变小的房子之后呢 它跑出来 后来看到很多的小动物 要参加了这个 没有规则的赛跑 那我现在呢 我也来征求几个小朋友 但是我通常是挑 最坏的小朋友 而且我希望能够 各个年级都有 好 来 这边有一个小男生 好 来 挤出来 到这边 那这边有个小女生 来 小女生挤出来 小四 好 几年级 小一 小二 好 可以了 这三个小朋友 好 请你们站一排 我要请你们做什么事情呢 好 非常的简单 我要请你们做的事情是 我要准备一个 很棒的奖品要送给你们 因为你们参加完 没有规则赛跑的时候 艾丽丝也是一样 好 小动物跑完以后 小动物就说 艾丽丝你要提供 一些奖品给我们 就艾丽丝摸摸摸口袋 她糟糕了 没有带东西 所以她就 零激动 来 我提供奖品给你们 这奖品很棒 真的很棒 什么东西呢 对 就是一百元 好 那你要拿这一百元呢 非常的简单 条件很容易 就是这样子 好 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 我现在手上拿这一百元 等一下你的手 就像我学那个小动物一样 伸出你的爪子 两只爪子 然后呢 你的手上的爪子呢 就放在这个地方 钞票下缘的地方 等一下 我把这个钞票放开 你的手 夾到了 这一张就是你的 简不简单 好 简单喔 好 但是不要做我大欺小 所以呢 我要让你们先练习一下 练习会以后 我们应该正式来 好 来 自己拿着钞票 来自己练习一次 好 夾到了 好 来 第二个小朋友 来练习一下 我告诉你 做人不要贪心 你刚刚距离拉太远了 我刚刚说得很清楚 请你把你的手放在钞票 这个下缘的地方 好 来 再一次 自己拿着钞票 好 手放在钞票下缘 对 夹到了 好 第三个小朋友 来 试试看 好 夹到了 好 非常的容易 大家都夹到了 好 来 再来 没有 我刚刚是这样的练习 好 这一次呢 正式来 但是呢 正式来 我们就不能动手脚 不能作弊啦 我们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很简单 来 现在请你手救 等一下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 好 等一下你的手 就在这个地方 你的手不准往上 不准往下 只要你有手 往上 往下的动作 那这个就是犯规 犯规 夹到都不算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不准严重犯规 什么叫严重犯规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 好 来 我们让小朋友站到椅子上 这样个子高一点点 好 踩上来 当我们今天 我的手 如果还没有离开这个钞票 你就这样子夹下去 如果这样子夹下去的话 这个叫严重犯规 如果严重犯规的话 不但没有拿到钱 你要赔我一张感 这个叫严重犯规啊 所以不准严重犯规 好 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我不数一二三 好 我不数一二三 夹到你就客气 不用客气把他带回去 来 请站在上面来 好 预备 我不数一二三 自己看清楚喔 不准严重犯规 陪我一张一百元 谢谢 请回去 你啊这样就被淘汰掉 怎么那么快啊 好 第二个小朋友 来 请站上来 好 来 准备好了没有 我一样不数一二三 谢谢 请回去 奇怪 刚刚不是练得很好吗 我知道问题了 我知道问题 为什么夹不到 因为钱太少了 来 一千元 一样 夹到就是你的 但是 如果 听好了 来 手拿好 如果你严重犯规的话 我还没有放下去 夹下去 你要赔我一千元 所以你要准备好 手不要包抖 来 手张开 手张开 来 张开 来 准备好了没有 不要乱夹 准备好了没有 哇 心跳好快喔 谢谢 哎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哎 原来爱逸是用这一招 让所有小东西都夹不到 好 那我来告诉你们了 为什么你会夹不到 刚刚明明都练起得很好啊 好 我来说明一个原因呢 为什么夹不到 其实这跟什么有关呢 这跟我们的反应时间有关系 反应时间 人的反应时间 什么叫反应时间 当我的眼睛看到物体 然后把这个讯号 告诉你的大脑 把这个大脑讯号呢 在如果我们的电信讯号 传达到你的手 用你的肌肉去控制 夹那个钞票的时候 这样子的反应时间 多久 一秒钟 一秒钟 没有 没有一秒钟 很快 只有0.2秒 只有0.2秒喔 速度非常快 可是0.2秒 对于这个钞票来说 对于一个自由落体来说 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主力的情况下 钞票掉下去 0.2秒从它的初始速度为0 开始往下掉 掉下去会有多少的距离 大约呢 0.2秒大概可以移动将近20公分 那我们的钞票100元只有14公分 1000元只有15公分 所以你才会发现 刚刚的小朋友都怎么样 哎呀 就差这么一点点 没有夹到 对不对 好所以0.2秒其实很快喔 那自由落体 如果说今天受到外力的影响 比如受到空气阻力 当然会另当别论 可是在这么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它自由落体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 并不大 而且这跟物体的轻重是没有关系的 那为了这个地方我来跟各位确认一下 你们的观念是不是正确喔 好小朋友也许比较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的大朋友 我们的家长大概都知道 好我举例 比如说我这个铃铛跟我的卫生子 在地球上同样高度 在真空状态下 没有空气的状态下 我同时放手 哪一个会先掉到地上 好 在如果是在真空状态下 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 自而弱体对这两个物体的施力是一样的 我们地心地对它两个力量是一样的 所以它会同一个时间掉到地上 同个时间 好也许这个对低年级小朋友比较难理解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科学的常识 好我再举个例子 好再举个例子 铁锤 跟钞票 在地球上同样高度 但是在空气中 同时放手 哪一个会先掉到地上 铁锤 为什么是铁锤 比较重 比较重吗 刚刚说的跟重量好像并没有很直接关系 而是受到什么 空气的阻力 空气阻力 因为这套空气阻力比较大 所以它会优先掉到地上 对不起 这个会先掉到地上 这个因为空气阻力关系 它比较慢 好再来一个 卫生纸 跟我的手表 在地球上同样高度 哪一个会先掉到地上 在空 还没有讲完 在空气中 哪一个 错 卫生纸先掉 因为我怎么可能把我的手表 往地上丢 麻烦 麻烦 你们做科学实验 要尊重一下 我们自然法则 好 那这样大家观念清楚了以后 来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刚刚 就是因为这样子 刚刚就录个游戏 没有受到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掉下去 所以呢 其实差不多 大概多月大约才20公分 那回到家呢 小朋友 可以跟别人玩 爸爸妈妈也可以来训练一下小朋友 来 小朋友 如果今天你家里小朋友没有来 爸爸妈妈要给他您用钱 来 很简单 我今天给你您用钱多少钱 一千元 小朋友好高兴喔 但是你只要夹得到就给你 哎呀 放心 绝对夹不到 不过我要告诉爸爸妈妈妈 还要告诉各位小朋友 回到家你要玩这个游戏 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到 哪三件事 这很重要喔 很多老师 很多学校老师 听完我这个游戏以后呢 马上回到班上跟小朋友玩 结果都损失惨重 超标都被小朋友夹光光了 因为他就没有听到我第三件事情 好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 小朋友的手绝对不能往上或往下 往上绝对夹不到 因为距离怎么样 缩短了 可是往下的话 距离增长了超过二十公分 怎么样 小朋友就 就很容易夹到 所以记得 第一个规则就是小朋友的手 不能往上或往下 第二个规则也很重要 就是我刚刚没有讲的 等一下 要夹的时候不准严重犯规 什么叫严重犯规 如果我还没有放手 你就夹下去叫严重犯规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我要强迫我们的观众的眼睛 是确定看到你的手放开之后 产生了这个反应时间 0.2秒的出现 产生这个0.2秒出现的时候 它已经掉下去二十公分 就绝对夹不到 可是如果你没有强到这一点 小朋友会跟你怎么样 我用拆的 我给你拆拆看 我要是拆对的话 我就夹到就赚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常常会这样 拆 没有放手 没关系 可是总有一次你会被拆到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强调这一点 他就不敢乱拆了 因为他发现 万一夹错的话 会有赔人家一千块 他马上就不敢用拆了 所以会强迫眼睛 看到之后 他才会来开始动手作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是什么事情 最重要一个 第三个就是 不是 第三个 当然也不能数一二三 一二三 其实告诉人家怎么夹 第三个就是 玩这个游戏之前 一定要先记得 要先洗手 为什么要洗手 因为我们手会流汗 会产生一些黏制力 这个黏制力是很可怕的 当你今天在玩这个游戏 你这样手 黏住这个钞票 有时候又好紧张 我一直流汗 好 现在呢 来 开始玩 照刚刚规则一二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结果 我们老师手一放了以后呢 哎 夹到 谢谢 从来都被人家拿走了 因为你手上的粗汗 把它黏住了 所以记得玩这个游戏之前 要先洗手 好 好 那我们来实验看看 我们来实验看 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的家长 来 我们征求一对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跟家长 一起上来 好 来 这边 好了 刚刚这一组好了 刚刚这小朋友 来 爸爸跟这个小朋友一起来 好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看 来 这个小朋友 这边是一只尺 我们来看看小朋友 平常有没有常运动 好 如果你有常运动的话 你的反应时间 应该会不错 因为平常有被训练过 这只尺 掉下去的时候 我刚刚说 一般正常0.2秒 会夹在哪里 20公分 20公分的地方 大约是这只尺 三分之二的地方 好 这里是正常 慢一点 多一点 少一点 都没有关系 代表你都要正常的运动 好 我不属一二三 来 手整高 预备 我放手就夹 哎呀 你要再多运动 你夹到的是29公分 好 记得要多运动一下 好 那爸爸来试试看 爸爸这个是什么行业呢 好 科技业的 平常坐在电脑前面 哎 谢谢 好 记得要多运动 好 谢谢 好 这是告诉各位运动的重要性 好 那通过这个游戏 已经很明白了 可以知道了 这个其实呢 我们的反应时间 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好 再来 除了刚刚这个东西之外 那我们再来 不过 讲了这么多东西 哎呦 讲了这么多东西 我有点口渴了 哎呦 我想来喝一个饮料 喝饮料了 糟糕了 这个 咖啡都已经喝完 这个听说是 全台湾第一名的咖啡 已经被我喝完了 哎呀 还有一瓶 哎呀 太好了 还有一瓶饮料 蛮特别的 好 一瓶 这种 看酸饮料 嗯 对 没有过期 没有打开过的 好 请问你们 喝饮料之前要做什么动作 摇一瓶 这是哪一瓶喝饮料的方法 摇我一瓶 好 没关系 既然 我说过我最喜欢 听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既然想要摇一摇 我就来给大家摇一摇 来 摇一摇 用力咬 好 用力咬 好 来 用力咬 好 抓 用力咬 用力咬 这个是快速的咬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像很激动 来来来 麻烦你一下 我看不太懂 来来来 麻烦你告诉大家 这个怎么咬 你刚刚在做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奇怪 咬饮料可以让你这么开心 那太好了 小朋友又不会像 就咬给他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觉得有点状况 我觉得有点状况 你刚刚这样子咬 这什么意思 我觉得不对 你咬的姿势不漂亮 太可爱 我告诉你 咬饮料不是这样咬 你这个是错的 应该怎么咬呢 抓着饮料两边 注意看 要这样子 不是 我觉得太可爱 哇哇哇哇 这才叫搖嘛 来 这里 你再来 搖到你满意为止 可以啊 摇完了以后呢 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塔 ок 准来一下 núh File 都會噴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先輩之士 我們知道 我們的經驗法則告訴我們 當我們這個飲料用力搖了以後呢 它會怎麼樣 它會噴出去 好 所以 我們的經驗 常常在我們學習錯誤之後呢 會告訴你 千萬記得同樣的動作 你不要再換第二次的錯誤 所以你知道 這樣噴下去 啪啪啪噴得滿臉都是很難過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不能打開 但是我告訴你 我要有一個特別的方法來喝這個飲料 好 我要喝這個 我現在會噴別人 噴別人啊 來 朱焦掃在這邊讓你噴一下 你還真的要噴啊 來來來來來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子啦 好 要喝這個飲料之前要怎麼樣做呢 來我告訴你 來 搖到你滿意為止 儘管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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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到你滿意之後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們 我喝飲料除了搖一搖之外 還有一個壞習慣 我喜歡聽終聲 我要聽終聲21響之後呢 欸 我就來喝這個飲料 所以我就準備 鐵錘 你如果沒有鐵錘沒有關係 回到家用大的湯匙 一樣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怎麼做 你看啊 確定有搖對不對 沒有任何機關喔 然後呢 你再敲這個地方 會產生終聲 KON KON KON的聲音 敲 要敲多少下 21下 但是千萬不要敲同個地方 萬一你敲同個地方 太厲害了 這個就沒辦法下去了 好 所以呢 來 我開始敲囉 好 一 一邊敲一邊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五 二十 等一下 你不要急 不要急 回來回來 才二十下而已嘛 來來來 站在台上 好 再來 二十一 那回到家 我告訴各位家長 你們回到家 同樣時間 你還是可以做 但是我知道 你們第一次做 通常會心理有點壓力 比較害怕 我建議你們多敲幾下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敲完之後呢 下一個動作要做什麼 來 大家請你過來啦 好 立正站好 看前面 好 接下來要正嗎 你為什麼還要躲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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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會害怕對不對 那一樣請你站這邊 我不要對著你好了 我不要對著你好了 好 來 我對著哪 我們不能這樣子 主辦了以後不辦了怎麼辦 好 預備 來 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飲料 有沒有噴出來 沒有 一滴都沒有噴出來 來 謝謝你的幫忙 謝謝 真的沒有噴出來 為什麼沒有噴出來 好 其實正是碳酸飲料 我們都知道碳酸飲料 只有兩個成分 大部分學校裡面 就是國小裡面 通常不會再販售 學校一般都不販售 放碳酸飲料 因為它裡面只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二氧化碳 第二個叫做糖水 二氧化碳加糖水 產生我們的碳酸飲料 好 那我們都知道二氧化碳 是融在水裡面的 雖然你這樣喝飲料到嘴巴裡面 可是你還是有氣的感覺 因為二氧化碳是融在水裡面 好 那可是呢 當我這樣劇烈搖晃之後呢 可以暫時的讓二氧化碳跟水 暫時的分開來 好 暫時的分開以後呢 我們的一個是氣體 一個是液體 請問你 液體在上面還是氣體在上面 氣體 因為氣體的比重 比液體要來的輕 所以它會跑到上面來 好 也就是我們的飲料 上面是氣體 而且經過這樣搖晃之後 氣體一直跑出來 一直跑出來 產生巨大的壓力 所以在我們一打開那一瞬間 我們的飲料才會往上噴 好 可是呢 為什麼這樣敲一敲以後 就不會噴出來 我把它敲下去 我把它敲下去了 怎麼可以敲下去呢 好 我舉個例子 你想想想看 如果你搭公車的時候 搭公車 公車司機 如果緊急煞車 你會做什麼動作 你會往前衝 請問這個叫什麼 科學原理 慣性 好 這叫做慣性 那同樣的 你就把它想看看 這是一台大的公車 公車開上來 碰到鐵錘 障礙有動 突然緊急煞車 裡面的乘客 飲料就是裡面的乘客 會怎麼樣 會往前衝 是不是就衝上來了 衝上來的同時 順便就帶走了 一點點的二氧化碳 衝上來 帶走一點點的二氧化碳 剛剛說二氧化碳 是融於水 所以當我這樣敲敲敲敲敲 21下之後呢 二氧化碳不斷的被糖水融啊 融啊融啊融啊 融啊最後呢 都融回去了 所以呢 剛剛這樣子敲的時候 平均大概在21下 到30下的時候 就可以把裡面的 原來的氣泡 原來的二氧化碳 全部再融回到水裡面 所以當我們在打開的時候 欸 我們的氣就不會噴出來了 好 這個道理是用大部分的碳酸飲料 不過小朋友不要回去 會有人說 媽媽我今天要做實驗 我要喝好幾塊氣水 試試看好不好 這個不是理由 好 但是呢 氣水可以用 但是有一種可能要敲的比較多 哪一種 沙式 沙式的二氧化碳 甜中的特別多 好大概你要敲個100下 才能吃 好 那我要來喝飲料了 我要喝 為了讓大家看到這個是真的飲料 好 這個我要倒在這個布丁杯裡面 不過 每個人喝一口好噁心啊 好 但是 等一下 各位知不知道 像我們剛剛小朋友 我們的朱教授在問說 欸 以後你們想念博士碩士的舉手 對不對 好多小朋友舉手了 因為其實呢 我們的台灣的教育非常好 可是呢 有時候你要看看不同文化的東西 欸 可能會讓你產生不同的刺激 好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對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 長大了以後呢 念完大學之後 他可能會選擇怎麼樣 到國外去念書 台灣的教育是很好的喔 台灣教育的學費算是便宜的喔 那有沒有人知道 比如說你到美國去念書 一年的學費是多少錢啊 一萬元啊 我告訴你 不是 你要再乘以一百 一百萬元啊 哇 所以這時候幾乎 幾乎不是 你爸爸媽媽可以當女婦單了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很多的 我們呢 學生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學習打工 你要自己工作 自己去賺自己的學費 來完成你的學業 好 那可是呢 打工有時候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 寧可這樣怎麼樣 欸 先到我們一般的服務業 比如說去當盤子的服務生 體驗一下生活 當服務生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啊 訓練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 可是在當服務生的時候 他要經過很好的訓練 例如說 拿著盤子 讓你能夠很穩 而且拿服務生的這個訓練的時候 他甚至怎麼樣 不是讓你兩手端的盤子 喔 要這樣走了很穩很穩 都不會掉出來才算數喔 好 那現在呢 我來徵求一個高年級好了 因為低年級 我真的沒有什麼信心喔 來高年級一點的 來那個小女生 來就是你 來告訴大家 你幾年級 六年級沒有問題 好 六年級 所以呢 我要讓你試試看 但是我怕 我怕這個 等一下 你把這個飲料滴到地板上 我等一下要在這個裡面 倒滿了飲料 然後呢 怕你倒在地板上 所以我給你一個盤子 只是低到盤子裡面而已 等一下 來 麻煩你 你就拿著盤子 然後條件很簡單 你從這邊 走到那個音像 再走回來 短短這個距離 30秒的時間 如果你呢 走到回來 就算挑戰成功 我就準備一個獎品送給你 那等一下 對 30秒喔 那等一下 你要用一隻手 還有兩隻手 兩隻手 好 好 現在呢 我要開始倒 我要倒飲料囉 好 所以來 先舉高 給大家看 我要倒飲料進去囉 好 倒飲料進去囉 好 這樣子倒了五分滿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夠不夠 夠不夠 大家對你很認識 對不對說不夠 好 八分滿 夠不夠 不夠 不夠 再倒 九分滿 夠不夠 不夠 你們真的對他太好了 怕他夠不夠對不對 好 沒關係 那我們把它倒到快要滿出來 我們知道水有一個很特別的力量叫做 表面張力 表面張力會怎麼樣 會讓這個水波有點有點有點怎麼樣 高起來 我不要動 不要那麼狠心啦 我倒到水裡面就好了 好 來 預備 拿好 拿穩喔 不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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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 一直笑一直抖 那邊滴出來了 來 算不幸運 哇 還沒啦 好 預備 開始 才第一步就滴出來了 哎呀 這個訓練不合格 來來來來 第一步就滴出來了 好 那這樣子好了 你看一下 在場 哪一個人 覺得比較有挑戰力 如果他挑戰成功 你還是有獎品 來 請你選一個小朋友出來 我也要 好 你姐姐啊 好 出來 來 來 請出來 這個叫肥水獨肉外冷甜 好 來 我把他擦乾淨 來 你擠一擠 國藝 很好 國藝我相信更穩重了 來 一隻手 兩隻手 可以啊 你要一隻手兩隻手都可以啊 你要兩隻喔 好 來 來 拿上去 然後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拿穩喔 拿穩喔 還沒有 來 放屏 放屏喔 但是剛剛被你妹妹 第二一兩滴出來 所以我還在把他滴回去嗎 呃 好 來 三十秒時間 等一下 滴出一滴你就好 好 起拳 來 從這邊開始到 音箱這邊再回來 三十秒時間 預備 開始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五 哎呀 這樣會來不及喔 二四 二三 啊 滴出來了 哎呀 困人的 好不耐煩的啦 速度又太慢 然後又滴出來了 哎呦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好 還好啦 他滴的不是很多 滴的幾滴而已 滴的幾滴而已 而且把它擦乾淨 既然 告訴你們老師出了這個題目之後呢 當然老師要自己答這成對不對 老師沒有答到的話 我們就還說 這個是不能夠成功的 所以 我要來自己示範這給你看 好 一樣我從這邊走到那邊再回來 但是 等一下我走過去 請你們 尤其是前排的小朋友 請你 手不要伸出來 你更不要把腳伸出來 更不要半倒 好 那你們剛剛發現 哎呦 剛剛這盤子有點奇怪 上面有三條線 有沒有發現 有三條線 哎呀 這三條線是做什麼用的呢 這三條線有個很妙的用途 它跟櫻桃小玩家有關係 因為有這三條線之後呢 你的臉上等一下就不會出現三條線 好 怎麼說呢 大家看好喔 我現在把這個 放在這三條線裡面 入宮間 我剛剛沒有說不能拿三條線 我還問你要一隻手兩隻手啊 拿起來 好 接著 給我一樣三十秒鐘時間 我走到那邊再走回來 來 誰要幫我計時 好 來 你大聲喊 29 28 來 不要喊那麼快喔 等一下照我的秒數喔 29 28 27 你要喊開始 來 預備 開始 好 時間到 掌聲鼓勵 有沒有滴出來 一滴都沒有滴出來 好 我知道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 好 而且你剛剛沒有看清楚 剛剛速度太快了 本來說要三十秒 結果沒有要三秒鐘就完成了 所以我決定了 我在我們場內 繞一圈給你們看 好 那麻煩你們 手不要伸出來 腳不要伸出來 好 我先講我的行動的動線 好 朱教授這個地方 走過去 從後面繞過來 從後面這個地方繞回來 好 看到 請你放亮你的眼睛 好 仔細的看喔 好 我要開始走囉 好 預備 開始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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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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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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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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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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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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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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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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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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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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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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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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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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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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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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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說是向性力的運用呢 我們都知道任何物體的移動 根據我們牛頓的運動定律 物體的移動如果你要改變它的方向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外力存在 它才會去改變它的運動方向 我舉個例子 王健民穿著太空衣 在太空中丟一顆球出去 這顆球會怎麼樣 永遠永遠的在太空中一直飄下去 永遠會停下來 因為太空中沒有任何物體在影響它 所以它就跟它飛下去了 但是如果王健民在地球上丟一顆球出去 即使再厲害的王健民他丟出去以後 這個球會怎麼樣 會掉下來 在地上滾了一氣下以後會停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什麼東西會往下拉 地心引力往下拉 然後球在過去的時候 在地上滾的時候產生了什麼 滾到最後它就停下來了 那剛剛這個杯子也是一樣 剛剛這個杯子裡面有飲料 飲料正常情況下 它會想要沿著剛剛它運動的方向一直運動過去 比如說我剛剛這樣子甩 這樣甩的時候 飲料會想要往這邊滾 對不對 它想要往直線運動 可是因為我們的繩子牽制住它了 繩子牽制住盤子 盤子牽制住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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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面是平的 因為它想往那邊走 然後呢水 杯子不讓它過去 所以它就停在這個地方了 好 它怎麼乖乖的就跟著回來 回來回來回來 好 當我又往這邊擺的時候呢 我們飲料又想往那邊走的時候 剛好杯子又 就打到它前面 那打到它前面 它國不去的時候呢 它只好怎麼樣 乖乖的又怎麼樣 又回來 好所以呢 你才會看到剛剛水平面 幾乎是成一個水平的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才會讓各位發現 好像變成果凍一樣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 剛剛說是 我們的向心力的一個運用 好 那其實 剛剛用到的水 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的生命很重要 有很多的東西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像我們生命的三藥素 有什麼 有陽光 有空氣 還有水 這是我們的生命的三藥素 好 那這個愛麗絲呢 後來呢 跟這個毛毛蟲 跟這個小動物 玩完這個鈔票之後 玩完這些 這個遊戲之後呢 他喝滿足的飲料之後呢 他要接著往這個花園裡面走 可是往這個花園裡面走 看到一個毛毛蟲 哎唷 毛毛蟲在做一個事情 毛毛蟲在抽菸 可是抽菸好像對身體不好 那馬上他就問毛毛蟲 毛毛蟲 你為什麼抽菸呢 毛毛蟲就說 又不是我愛抽菸 因為最近的蚊子太多了 蚊子會傳染燈隔熱 所以我只好用抽菸 把這個蚊子給趕走 欸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證據 又好像有點不對耶 抽菸是不是對身體不好 抽菸對身體不好啊 所以愛麗絲 太少藉口了 太好了 所以愛麗絲就跟毛毛蟲 毛毛蟲 你不要抽菸 你要趕走蚊子的話 你應該點什麼 點蚊蝦就可以了 或者有很多的東西 清潔劑都可以把蚊子殺死了 還有要打掃我們環境 不要有任何的積水 就可以讓蚊子的產生柴軟的地方 可以消滅掉 但是 如果你今天 真的 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可以用紙箱 你可以把蚊子趕走啊 紙箱 怎麼做呢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來 現在呢 徵求 徵求 好 我現在徵求 國小 你今天有沒有國小四年級的小朋友 有 有沒有國小五年級的小朋友 沒有 國小五年級的 五年級還有嗎 還有 好 國小 來 國小四年級的 來 國小四年級的舉手 四年級 好 來 後面那個小女生 在後面那個 對 好來請出來 我為什麼要先找小女生 因為小女生 做事情比較仔細 所以我要請這個小女生 來幫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好 請你站這邊 我要請你幫我做什麼呢 我要請你幫我檢查我的道具 看看我的道具有什麼奇怪 來 請我們大哥幫我道具拿出來 喔 這個道具很特別喔 這道具 你看這個是宅集片的箱子 因為我的道具呢 我常常都在全省各地走來走去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道具呢 放在這個箱子裡面 運過來 運過去 所以你看那個箱子上面都貼滿的膠 把它貼得真正清晰的封起來 免得道具 掉出來了 但是 王 前面有沒有洞 那我的東西有沒有掉光光啊 好 所以呢現在來 我要麻煩我們的小女生 我剛說小女生做事情比較仔細 所以請你幫我檢查一下 看看這箱子裡面有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 你如果看不見手可以伸進去摸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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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他檢查很仔細喔 他檢查很仔細喔 好 來 我都來麻煩一下這個 為了防止了一下 不小心的外衣 來 你可以把他甩出去沒關係 好 來 檢查過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這是你自己檢查的喔 你要為你自己的檢查負責任喔 好 現在呢 我要把這箱子裡面 可怕的東西把它叫出來 會跑到哪裡呢 會跑到他的頭髮上面 好 所以呢 來 請你背向大家 請大家仔細看他的頭髮 看看是什麼可怕的東西要跑出來 好 準備好了沒有 一杯 看他的頭髮 預備 有沒有看見 什麼可怕的東西跑出來 喔 風跑出來 風就是空氣的流動 可是我剛剛說是可怕的東西啊 風可不可怕 可怕 風不可怕 你就風穿在身上涼涼的不可怕 可是你不要忘記喔 台灣每年到了七八月有可怕的風 像海風 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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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非常可怕的喔 剛才說台灣沒有 平常 平常 你不容易觀察到空氣的流動 因為空氣的流動 你會發現 空氣是看不見的 風是看不見的 可是你藉由剛剛他頭髮的飄動 你才知道 原來空氣的存在 因為 你看到他頭髮飄動的時候 你知道風從這裡吹不去 剛剛這麼近的距離 當然打得到 這次來我打遠一點 好 我打哪裡呢 來打到 這邊這個護目 護目旁邊 就這個前面 護目的地方 來從這個角度過去 打得到打不到 打不到 好預備 有沒有 動了一下對不對 好來再打遠一點 我看哪裡了 好 來來來來看看 這個 請勿碰觸那個是硬的還軟的 軟的 好就是那個就是那個 好請勿碰觸 來看看打得到打不到 打到 預備 沒有瞄到 沒有瞄到 再一次 預備 哇 這麼遠的距離還打得到 好 再來一個更遠的挑戰 好 這裡好 來舉高 來我們站高一點 站高一點 好 垃圾袋 夠遠了對不對 好來預備 預備 來打得到打不到 打到 好沒有被準 好 可是你們都發現了 風氣是看不見的 所以我剛剛說過了 我們今天要想辦法讓你看得見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介紹很多很多的輔助道具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一些輔助道具來給你們來實驗 但是 在我們拿出這個輔助道具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很好玩的遊戲 取一個好聽的名字 好 有沒有人幫我想一個好聽的名字 這個叫什麼 空氣炮 空氣炮 沒有 空氣炮不錯耶 因為它是空氣做出來的 像炮彈一樣 砰可以飛出去 叫空氣炮 你會不會知道空氣炮是誰發明的 空氣炮 空氣炮 為什麼是空氣炮 因為它的白寶帶有一個密碌器 炮在手上對敵人還有一個 砰 然後被打掉 空氣炮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把這個叫做空氣炮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要來試試看 我們要來準備這個空氣炮 不過 這個空氣炮呢 等一下會產生一點點煙霧 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這個煙霧對人體無害 它只是利用化學藥氣做出來的 好 我來灌一點煙霧 好 一點點煙霧 好 讓這個煙霧在裡面產生之後呢 好 我現在呢 要來開始弄這個空氣炮 好 有了這個空氣有了煙霧以後 就可以觀察到 這個空氣流動也沒有對準了 但是 大家想想看 這裡面的空氣跑出來 會不會像噴射飛機 飛過去一樣 帶一條長長的尾巴 會 會 好我們來試試看 準備好了沒有 預備 好 這邊 來一個 攝影機 來一個 好 來 攝影機 來一個 來來來來 手放下來 手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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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手放兩邊 我先讓這個小女生來試試看 來 兩手放兩邊 兩手放兩邊 來 我先打的時候就用你打 預備 來 坐下來 然後坐下來 預備 發射 哇 用了一點煙霧就比較強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 那我現在呢 我要再用這個空氣泡來做一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更深刻的印象 感受到空氣是有威力的 好 空氣是有威力的 其實在電視上你常看得到 好 請看這裡喔 電視上你常看到什麼呢 忘記了 好 電視上你常看到的事情是這樣子 尤其在颱風季節的時候 你常會看到我們的新聞記者 氣象的記者 為了要報道颱風消息他會做個動作 我現在模擬那個喔 我來學這個氣象的記者喔 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 在我們的中央大學門口 為大家報道颱風消息 哇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演啊 他為了要告訴大家 空氣是有威力的 所以連環線 他怎麼樣 喔 想把被風吹倒了 所以让大家很深刻的印象,觉得说,这个威力好强 所以用这样子视觉性的效果,可以不断的加深你的印象 所以我今天要让大家充分充分的感受到空气是有威力的 所以我现在再找一个五年级的小男生 五年级的小男生,有没有? 五年级的小男生,没有啊? 五年级的小男生没有来啊? 六年级的小男生有没有? 六年级,没有吧? 六年级,就是你 六年级,就是你 来,你外套不要先脱掉,不要怕你太热了 好,来,请到台上来 我要请这两个小朋友,来示范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空气是有威力的 好,怎么样示范呢? 非常的简单 等一下,听好了 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拿这个空气泡来打人 另一个就负责被打 所以等一下,一个选择打人,一个选择被打 好,那我等一下问,我问说,谁要打人? 你们两个谁想打人?手就赶快举起来 我问说谁要被打,不想被打,手就把他放下来 好,那现在呢,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没有? 好,大家帮我看,男生举的快还是女生举的快? 来,谁要打人? 那谁要被打? 男生 男生 有点反应好不好 我今天是不是在训练你们的反应? 好,再一次,再一次 刚刚我没有看清楚,来,我刚刚站的太前面了,我站后面一点 来,再一次,大家再帮我看一下 注意看,你看摄影机这么多才在看看你们谁举的快 在做记录 所以,等一下看看是男生举的快还是女生举的快 准备好了没有? 好,我来问,来,谁要被打? 那谁要打人? 两个都想打人,两个都不想被打 你要打人还被打? 打人 两个人要打人,等一下我们再进行过去 одну人 我有一个问题,这样好了,我来问一个问题 既然你们两个都要打人,我正好问你们了 来,请问你,你是几年级? 4年级 6年级 6年级可不可以打4年级? 不可以大欺小 不可以大欺小喔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來 請問妳 妳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妳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男生 男生可不可以打女生 可以 來 我來問妳 請問妳告訴大家 妳要選擇打人還是被打 打人 打人 我告訴妳 剛剛講了這麼多點 妳還是沒有聽進去 我告訴妳好了 我坦白地告訴妳 我經過這麼多場次 表演過這麼多次 講過這麼多的課 我告訴妳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我真的體認到 很深刻地體認到 有一句話 我們阿爸媽媽都知道 叫做吃虧就是佔便宜 也許妳覺得打人 好像是佔便宜 被打好像是吃虧對 可是我告訴妳 好像子男生不會騙妳 真的選擇被打比較好 真的 真的 等一下妳就知道 我告訴妳 我通告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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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妳要是選擇被打的話 妳就很偷巧 好險 我等一下我選擇是被打 好 所以我再問妳一次了 我再問妳一次 請問妳 妳要選擇打人還是被打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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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後悔 真的被後悔 真的被後悔 對妳看 她告訴妳被後悔 來 最後一次 打人跟被打 被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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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是男生的動作 好 那我來說明一下兩個小朋友 要怎麼表演 很簡單 等一下呢 噓噓噓 不要強了 現在呢 我要拿這個空氣泡 等一下妳就幫我這樣拿著 以後呢 我說打的時候就 砰 打出去 好 就做這個動作 那男生做什麼事情 更簡單 妳就站在這邊 然後所以妳看到那個空氣泡會產生那個煙圈的時候這樣 如果沒有碰到妳妳就不要動 當然如果是 要怎麼辦 不可以閃開 不要躲來躲去 更不可以這樣子 更不可以把它吹掉 當然不可以當甜蜜鳩 把它吃掉 好 所以妳要怎麼樣 妳要學新聞記者量的樣子 要演給大家看 空氣是有威力的 現在主題就是 空氣泡 大家知道ö 所以妳就這樣 然後你會這樣子 雙手舉起來 小心不要提下去就好了 有沒有問題 我相信六年級一定給你們一下 好 兩個人的角色都舉 都夾好了以後呢 再來 看起來這裡面已經沒有煙霧了 來看我過一下 我要再關一點煙霧 那這個煙霧你們要換得多 還要換得少了 要由他來決定 來由他來決定 聽他講 如果等一下 你跟他有仇的話 我就幫你多關一點 沒有仇就幫你少關一點 有沒有仇 有仇太好了 讓你打 你還說有仇 好好好 停 停 停 喔 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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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等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問題 剛剛我說這個空氣泡是誰發明的 我還沒有發明的 就把它散掉 這個不會觸動煙霧警報器 放心 這個不是真的煙霧 好 好 那現在呢 剛剛說了這個空氣泡 那我們能不能 沒有經過別人的允許 就拿別人的東西過來嗎 可以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要記得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我去找一下 我去問問看他能不能見上他 空氣泡接我們來 但是 抖啦AMO是22世紀的機器人 他做時光機過來 所以 這是我們的貴賓 來我們兩個小朋友 來先站過來 貴賓過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要尊重他 所以請你立正常面向前面 好 立正常面向前面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要來那個 好來 我去找一下抖啦AMO 來 面向前面 面向前面 看前面 好 好 看前面 好 太好了 來 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借一下你的空氣嗎 借我們玩 可以嗎 太好了 來 到這裡為止 小燃燈 你有沒有覺得好險 我剛剛沒有騙你 你想想看 如果你剛剛堅持要打人的話 這件可愛的衣服就交在你身上 所以我剛剛說 吃虧就是 再便宜 這樣小朋友聽懂了沒有 聽懂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 要演出了這個句碼 已經非常理解了 就是我們的 抖啦AMO 大讚他的好朋友 大雄 等一下 我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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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裝扮得這麼漂亮 男生 都沒有裝扮 這樣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要不要幫他裝扮 可以 要不要 裝扮成誰 小燃燈 小燃燈 等一下等一下 抖啦AMO的好朋友是誰啊 大雄 大雄對不對 好 大雄穿什麼顏色衣服 黃色 黃色 有沒有黃色衣服 有 太好了 你今天穿藍色衣服不合格 來 黃色衣服 來 看前面 來 衣服 等一下 你的眼睛先拔下來一下好了 衣服先拔下來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演出了這個句碼 這是我們的 抖啦AMO大讚 他穿黃色衣服的好朋友 小熊 小熊 好 現在我們都準備好了 好 來 維迪站好了 好 預備 抖啦AMO預備了 預備 來 放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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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要穿上小熊的影 的動作就跟熊一樣 有一點反應好不好 你是覺得 我的空氣泡太小 玩起來不過影 不太想演是不是 是喔 看你打得這麼不努力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我告訴你 魔術王子什麼東西都會有 尤其好玩的東西特別多 既然你們對這個不滿意 來 我來問一下大哥哥 有沒有更好的空氣泡可以借給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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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的 好 這麼大的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好 來 教授幫幫你一下 好 來 灌啊 灌啊 來 請問你們要灌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多一點 多一點 好 灌 好 可以 停 好 夠了 夠了 好 那我來試打一發看看 預備 手 欸 準備要伸出來 來 預備 發射 來 這邊來一個 欸 好 這邊來一個 欸 好 來 預備 來 對準為你 好 小心看 來 發射 發射 再來 發射 好 換你打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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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兩位小朋友 來 演得很棒 來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好 好 剛剛你們都看了 還想 空氣是有威力的對不對 好 可是呢 好 可是呢 好 可是呢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囉 好 來 這個借我一下 這個借我一下 好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囉 好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囉 請問你 為什麼這裡面的煙霧 跑出來是圓形的 因為有煙霧 煙霧是圓的 好 如果我們挖成三角形 出來的是 正方形出來的是 正方形 為什麼會這樣猜呢 好 因為 因為 你用猜的對不對 你們怎麼會知道 因為是你用猜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 我們在做 做科學研究的時候 有幾個很重要的步驟喔 第一個叫做觀察 你用你的眼睛觀察到 這是圓形的 觀察到好轉圈圈 就是圓形的 就是你的觀察 第二個 是假設 你剛剛用猜的 你猜說 你假設說 如果我千挖成三角形出來 是三角形出來 正方形出來 正方形 這是你的假設喔 可是假設完了以後 能不能得到答案 不行 假設完了你用猜的 猜半天還是一樣不知道答案 所以你要做什麼 實驗 實驗 你必須要有實驗之後呢 你才可以得到最後的 不管你實驗是成功 或者是失敗 才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 好 所以呢 我們要來實驗看看 來 有沒有其他形狀的箱子 有 比較爛一點的 來這個裝機器的箱子 來不過呢 我把這個機器的箱子 裝成怎麼樣 花成正方形的 好 那我們來實力一下 謝謝 好我們看一下 正方形的洞口 好 來 正方形的洞口 出來是什麼形狀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預備 來 預備 好 好 好 什麼形狀 你會發現它出來一瞬間 也許還真的是正方形的 可是一往前跑動了以後呢 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越來越起零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好 你想想看 我們的物體 剛剛一直講到 物體的移動 會不會突然的一個大轉彎 不會 那一定是走直線運動 可是當你在走直線運動的時候呢 一定有外衣的影響 才會讓物體才真的轉彎 那我們龍捲風 會不會突然這樣 突然轉個90度 不可能 好 不可能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在移動的時候 當我今天把這裡面的空氣 用力的往前壓的時候 這裡面的空氣 很快的衝出去 可是 當它衝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的旁邊有沒有空氣 有 旁邊有空氣 中間空氣衝得很快 其實流速快 壓力小 這是另外一個理論 但是呢 簡單的說 當中間的空氣流動很快的時候呢 旁邊的空氣會怎麼樣 會不斷的往中間的第五進來 所以中間流得快 旁邊的空氣一直補進來 所以到最後你會看到的是一個 由內向外旋轉的停停圈 所以跟這個洞口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它都是空氣的流動 所以你要看到 不管我今天挖成什麼型 到最後都是圓形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好 這個遊戲其實 好 回到家裡自己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準備一個箱子 那箱子要準備硬一點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小朋友是很暴力的 所以如果不準備硬的箱子的話 這個箱子一下就爛掉了 所以下次小朋友生日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 我們不要吹蠟燭了 我們用這個空氣化來玩 你可以怎麼樣 準備一個空氣泡 準備一個目標 比如說你可以點蠟燭 像這樣點蠟燭 然後用空氣泡 然後那個蠟燭排成一排 你就會看到蠟燭是 一個一個這樣熄掉 不過 你要選慎選 萬一你今天吃的是鮮奶油蛋糕 是提拉米蘇蛋糕 千萬不要玩這個遊戲 不然你打 結果提拉米蘇 全部都往你的臉上跑上去了 好 再來 剛剛你看到了 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圓形的沒有問題 來請問這一個出來是什麼形狀 面形 第二個 什麼形狀 面形 第三個這什麼形狀 面形 幾個圓形 三個 一個還是三個 一個 好 如果以我們畫面上來看的話 這個跑出來以後是 一個圓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 空氣會怎麼樣 互相的會影響到 所以最後這樣出來 虛物會產生是 一個圓形 那我有沒有辦法 在一個箱子 砰一下 三個圓形就出去 不會 有沒有可能 要怎麼做 你只要把這個洞口 有沒有 讓它離開一點 讓它出來的氣體 不會互相影響 一次就會有機會出來 三個圓形 好 所以空氣泡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玩 那他媽媽會說 我家裡又沒有這個煙霧 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們 很簡單方法 你不要做這麼大的空氣泡 你做小一點的 買那個烏龍茶 買烏龍茶的罐子 對 罐子上面有個蓋子 把它懸開 把裡面飲料喝完以後洗乾淨 你可以準備什麼 拜拜用的香 現香 檀香都可以 你直接怎麼樣 在香裡面要燒 燻燻燻以後呢 裡面產生一些煙霧 不要用香煙喔 因為香煙對人體是有害 我們說我們的煙品 對人體有害 所以用我們的這樣子的 拜拜用的香或現香 直接進去 檀香燻燻燻之後呢 你輕輕的按它 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就像剛剛一樣 咚 用力打 啪 都看不清楚 反而輕輕的按 你就會看到很小 很可愛 小煙燻就跑出來 所以你在家裡 也可以玩同樣的遊戲 好 接下來 哇 這個皇后呢 快要出來了 那看到了 愛里斯基往前走呢 看到伯克牌 這個士兵在油漆玫瑰花 他就問這個 伯克牌士兵說 你為什麼油漆玫瑰花 伯克牌說 哎呀 還不是因為我搞不清楚 皇后的喜好 搞不清楚 原來他是紅心皇后 所以呢 他怎麼樣呢 他就說 哎呀 他不要看到白色的玫瑰花 他只好用 要看到紅色的玫瑰 只好用油漆把這個白色玫瑰花 洗紅色 因為他搞不清楚 黃色喜歡的顏色 所以沒辦法 只好怎麼樣 這樣子做 對 不曉得黃後的喜好 所以呢 我們要猜得到 黃後的喜好 所以我要先學一個很厲害的測心術 怎麼樣做呢 來 我們來實驗一下 我們要做另外一個 很好的遊戲 這個遊戲我要告訴你們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是做什麼呢 我們人最怕有什麼 最怕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哦 這個又跑掉了 好 一起 我來調整一下 好 好 我們人呢 最怕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再調小一點 640 480 OK 好 那這個遊戲呢 就要告訴你們 千萬我們在做科學研究的時候 絕對絕對 是不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不然 你會產生很多的錯誤喔 好 那我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 這邊有很多個顏色 好 這邊有很多個顏色 來 很多的小積木 好 這邊有這個咖啡色 綠色 紅色 藍色 黑色 跟淺綠色 好 有這麼多個顏色 現在 我要請兩個小朋友 告訴我 好 來 現在這邊這個小朋友 來 你先站起來一下 好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小朋友 來 紅色一個小朋友 你也站起來一下 好 現在呢 這麼多的顏色裡面 來 請你們一個人 告訴我 好 在這邊就好 站在位置上就好了 直接大聲的告訴我 來 這麼多顏色 你喜歡哪一個顏色 深綠還是淺綠 藍色 深綠 好 深綠色 來 什麼顏色 紅色 紅色 好 所以你看到了 這個是一個綠色 一個紅色 好 那其他的積木呢 你可以看到 這積木的中間有個洞 好 積木中間有個洞 然後我可以用這個寶劍 把它這樣子刺過去 傳起來 好 你可以看到 是這樣的一個現象的 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我把這個積木這樣放進去 好 積木把它放進來 好 積木放進來 好 然後這邊現在小朋友喜歡的 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紅色 在這個地方 一樣我把它放到盒子裡面去 放到盒子裡面去 然後接著呢 我把這個 你可以看到了 好 我現在透過這個盒子 蓋子 可能這個角度有點要 轉一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透過這個 有沒有看到 上面一個顏色對一個洞 沒有 沒有錯 一個顏色對一個洞 好 我把它翻回來 好 你看到了一個顏色 對一個洞之後呢 接下來我用這個寶劍 把它刺進去 刺進去 好 刺進去以後 來 現在呢 剛剛我說過 艾莉絲還有這個 撲克塔兵 要懂得怎麼樣拆謊 或喜歡什麼顏色 所以看看你們有沒有 這樣子的能力 剛剛你選的是 深綠色 剛剛那個小朋友選的是 黃色 黃色對不對 黃色 好 深綠色跟紅色 所以你看好 我現在把這個盒子拿起來 來 移動一下 只有這兩個顏色跑出來 其他顏色都被串在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 剛剛你選的顏色 放進去之後呢 因為這樣串起來 因為你們特別喜歡它 所以它就會跑出來 另外哪一個 沒有啊 它沒有 把它拿兩個拆開 所以每一個都是可以 獨立的拆開的 任何一個顏色 都可以做成這樣效果的喔 好 為什麼 我剛剛告訴各位 很重要的觀念了 因為 因為 你千萬不能被怎麼樣 被現有的一些知識 給綁住 好 那這個魔術道具呢 也是一樣 在魔術中間 在魔術中間 都買得到 好 這一個呢 大約價值也大概是 100到120之間而已 有點貴是不是 好 那我們呢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這個 這個回去 你也可以自己自己 動手做一個 但是呢 我們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我們的朱孝授 為了體驗各位爸爸媽媽媽 不要再花錢 不要再怎麼樣去 製作這個道具 所以今天決定 再送各位一個鈴個好不好 好 好 我要感謝我們的朱孝授 好 好 現在我們請我們的公眾夥伴 來拿一下我們的道具 拿一下我們的道具 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的道具 是不是完好的 是不是 一個盒子 一個蓋子 加上六個不同顏色的磚頭 加上一個寶劍 如果打開以後 確定是這樣子的 來 你自己試試看 你就照我剛剛方法 你自己心目中先想兩個顏色 比如說像他小朋友寫的 喜歡的是 深綠色跟紅色 好 你就這樣子 你可以先放後放都沒關係 你就一個一個把它放進去 好 一個一個放進去 放進去以後 然後呢 把寶劍這樣子刺上去 蓋起來 然後呢 要不要看 看看那兩個顏色會不會掉出來 好 現在來 請各位自己動手試試看 好 請你自己尋量的顏色 先想好喔 然後呢 想好以後呢 再把它串在一起 蓋上 好 好 跟剛剛一樣 我現在 我也來帶領大家來做一次 好 為了說明方便起見 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 聽好了喔 為了說明方便起見喔 來 現在跟我一起這樣做 我這一次選的是兩個綠色 一個深綠色 一個淺綠色 好 我這次用綠色來做實驗 來 請大家跟我一起來做 好 如果你剛剛沒有成功的人 來跟我再做一次 好 跟我再做一次喔 好 現在來 先跟我這樣做 來放一顆紅色進去 第二個 放一顆藍色進去 來 再來放一個黑色進去 好 再來放一個咖啡色進去 所以留在外面的兩個 是不是一個深綠色 一個淺綠色 好 一個深綠色一個淺綠色 所以現在呢 來 請你把深綠色淺綠色 也把它放到盒子裡面去 好 放進去 好 蓋子蓋起來 蓋子蓋起來 來 倒過來確認一下 倒過來確認一下 每一個是不是一個顏色 都對一個洞 確認一下 好 一個顏色對一個洞喔 好 確認好以後呢 來跟我這樣做喔 確認好以後 來把這個寶劍吃進去 寶劍吃進去以後 用你的兩隻手 兩隻手 夾住 跑低的兩端 前後就好了 不要碰到盒子 千萬不要碰到盒子 來放在桌上喔 放在桌上喔 不然等一下會掉下來 好 放在桌上 來 等於你的手是 前後都可以碰到跑線喔 好 接著把它舉高 舉高 揚一搖 掉下來以後 綠色淪跑出來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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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麼會沒有呢 哎呀 那我知道了 你們一定是怎麼樣 你們一定是沒有學到這個魔法 為什麼沒有學到魔法 因為 你被你現有的科學知識給綁住了 好 我先告訴你 剛剛我一直強調 請你不要被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給綁住了 好 我現在再讓各位做一次 而且我保證這一次一定會讓你成功 請你仔細的看螢幕兩邊 再做一次喔 我剛剛說 你們被先入為主的觀念綁住了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喔 為什麼 因為 我剛剛這樣放的時候呢 你們都認為怎麼樣 我這樣的狀態一個一個放進去對不對 可是剛剛我做一個小動作 魔術就是科學加上迷思引導 好 一樣是這兩個綠色 當我放進去的時候呢 第五個跟第六個 剛我要放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我怎麼放 沒有 你會認為我這樣放 你會認為我這樣放對不對 請你把它轉90度 好 請你把蓋子蓋起來 這個蓋子是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 請你倒過來看一下 每一個顏色是不是對一個洞 好 接著請你把寶劍刺進去 寶劍刺進去 寶劍刺進去 好 寶劍小心的把它刺進去 好 中間有一個洞的地方把它刺進去 小心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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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刺進去以後 來 來 請你拿著 我們的寶劍的兩頭 舉起來 搖一搖 欸 這邊掉出來了 好 好 跳出來對不對 好 給各位 一分鐘的時間 來 自己練習一下 你可以跟你旁邊的人 跟你爸爸媽媽 來 挑戰一下 問他 你喜歡什麼顏色 啊 不要忘記喔 最後這兩顆 千萬不能讓人家看到 你是怎麼胖的喔 最後這兩顆 不要讓人家看到嗎 好 今天我們兩顆小時的時間 收穫好多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好 這東西你回去好好的利用 剛剛我一直強調告訴你們 我們在做科學的概念的時候 千萬不要被你先入為主的概念 給猛騙了 我用這個道具來舉例 就是很明顯的告訴你 為什麼你會被騙 因為你在認為 我前面告訴你 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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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第五個第六個 雖然我沒有給你看到怎麼晃的時候呢 你的觀念還是怎麼樣 還是以為我是直的放進去的 事實上它很會橫的板 所以有時候 我們的觀念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的觀念只要轉個九十度 轉個彎 也許答案馬上得出來了 那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 很好玩的遊戲 告訴各位家長 回到家 你贏到小朋友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走直線的 有時候繞一個圈 也許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 好 那我們這個故事已經快到結尾了 好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我們的故事 好 那剛剛呢 艾麗絲看完這個 獨特牌遊戲 欸遊戲這個 原來她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拆到皇后的心裡了 好 所以呢 接著她要往前走 好看到不好 好皇后出來了 皇后這時候很生氣啊 她說你這個 玫瑰花 居然都給我用油漆的 她當然氣得要命 啊 可是皇后很生氣啊 艾麗絲就跟她說 皇后皇后你不要生氣 因為呢 生氣呢 這個臉很難看 而且這個難看的臉 萬一每一個國家的元首啊 皇后啊 國王啊 都會把她的肖像印到鈔票上面 萬一你生氣的人 被印到這個鈔票上面 是很醜陋的耶 皇后聽不太懂 那艾麗絲就舉個例子給她聽 好 我們用實際的例子來舉例 也許小朋友也會比較容易聽得懂 好 那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不是講床 這個是舊的心態病 好 那其實呢 我讓你各位看另外一個例子 什麼例子呢 其實呢 有一句說 有一句 淨思語說得很好喔 其實你看到 生氣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家覺得 整個情緒都不太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記得 要永遠保持微笑 所以有一句淨思語就是這樣 時時面帶微笑 要別人笑 下一句 自己先要笑 時時面帶微笑 要別人笑 自己先要笑 好 所以呢 這句話真的講得很好 那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認識一個人 這個人啊 我也沒看過他笑過 因為這個人的 這個人這種情況 他沒有笑過 讓我們整個國家變得這麼嚴肅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他 他笑過真的是讓我們大家都覺得 哎呀這個應該 讓我們不要這麼嚴肅嘛對不對 我們國家太嚴肅了 好 那你看到這個 鈔票上面呢 這個人頭箱上面呢 有三個不同的符號 中間寫的是凹 兩邊寫的是凸 好 然後有箭頭 所以代表中間要折一個凹進去的線 好 我就沿著這個線把它折下來 所以這個凹進去的線呢 他會經過他的鼻子中間 嘴巴的中間 好 他這樣子凹進去的 他這樣子凹進去的 好 然後兩邊的凸 兩邊的凸 你就是對準他的眼睛的中間 把它折過來 對準他眼睛的中間 折過來 好 然後呢 折好以後 折好以後 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所以折好以後呢 你看一下中間是凹 兩邊是凸 好 現在呢我們大家一起來看 剛剛這句話講得很好 時時面帶微笑 要別人笑 自己先要笑 你看 國父不會笑 大家也不會想要笑 所以呢 欸 你看 國父一笑 是不是大家就跟我笑了 你看這句話講得多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換一個大家看一下 唉唷 他生氣了 好 時時面帶微笑 要別微笑 自己先要笑 好 好 這麼好玩的東西呢 讓大家開開心 也告訴大家 請在生活中 不要這麼嚴肅 用很多很開心的事情來看待 也許你的生活會更好 來 我們一樣請工作人員 把我們的國父 讓大家來玩一下 好 好 拿到鈔票以後 你就照著方法 照著上方法 來 中間是O 旁邊是凸 對不起 對 中間是O 旁邊是凸 那不需要拿你自己的鈔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發現 我們今天用的國父 是哪一個國父 哪一個版本呢 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版本 欸 你不需要拿你自己的鈔票 大家慢慢都知道 這是比較舊的新台幣喔 這是上一個版本的新台幣 而不是現在 現在的這個版本的新台幣 為什麼 其實這個版本 因為它人頭太小了 不好摺 不好看它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科學實驗的時候 你要是有機會 把這個東西放大 讓大家能夠更容易觀察到 這樣效果會更美好 來 請各位來自己用手試試看 好 拿起這個國父 上面這個國父來試試看 好 請看這邊一下 請看你的維護號 剛剛我說了 這是我們用舊版的台幣 可是 如果你有機會到美國的時候 你當然沒有新台幣 你就要拿什麼 你就可以拿美金來試試看 拿美金怎麼玩呢 來 來 看一下 如果拿美金 那他笑的樣子又是怎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美金笑的樣子 生氣的樣子 到日本 欸 笑的樣子 生氣的樣子 好 到文萊 欸笑的樣子 生氣的樣子 新加坡 欸笑的樣子 笑的樣子 唉唷 等一下電腦在讀喔 有點慢 好 好 笑的樣子 好 生氣的樣子 可是 我要告訴各位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喔 我們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辦這個鈔票 是因為我們現在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可以自由的發展我們的 我們自由發展我們的科學實驗 發展我們的想要發展的東西 可是有一些地方 你不能這樣子玩喔 請問記得 有些國家 你要是這樣子玩的話 很危險喔 因為人家會覺得怎麼樣 你在嘲笑他們的國家領導人 哪些地方是這樣子 比如說 我們的對面 我們對面你不要玩這種遊戲喔 你覺得在侮辱他們 還有一個國家 除了對面以外 還有一個國家 最近很有名的 最近一直在上新聞的 他的背盤 這個地方也是小心一點喔 你到那個地方 他們是非常尊重他們的這個 國家領導人 千萬不要拿這個遊戲 不過在台灣 你不要客氣啦 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拿他國家領導人 來玩這個遊戲 會變成什麼樣子 來 如果台灣的話 就拿這個鈔票來 他笑的樣子還蠻可愛的 生氣的樣子 好 其實今天呢 我給各位看了這麼多的遊戲 我現在給各位一個很好玩的觀念 最後 我想要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來為我們今天的活動 做一個總結 不過 在這個活動結束之前呢 我先做一個小小的廣告 小小的預告 而且這個 有獎金喔 有獎金喔 獎金還蠻高的喔 今年我剛好有這個機會 好 今年有這個機會 好 今年的宜蘭縣任務 童玩節辦了這個 童玩節的其中一個館 那這個館呢 叫做魔法屋 那這個魔法屋呢 其實 我就是把很多的科學的東西 把它融入在我們生活之中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那我今天呢 我沒辦法翻這個道具過來 因為這個道具太大太大了 這就是魔法屋的其中一關 好 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也許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顆球 這邊有沒有看到 中間有一道黑色的牆 有一道黑色的牆 後過這個 你可以看到有一道黑色的牆 在這邊對不對 好 實際的大小有多大呢 實際大小人 是可以走到這個隧道裡面的 所以是兩公尺高喔 很大的一個隧道 那人就像這個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這樣走 然後看到黑牆的時候 會撞牆對不對 好 走走走走走 你看這個球這樣走過來 咚 就穿過這個黑牆了 然後鏡子啊 欸鏡子怎麼會穿得過去呢 好 在今年彭丸節 我就是把類似這樣子的觀念 把它融入到 小心不要動它 我們把它融入到 可能生活之中 好 那魔法屋本身它是免費的 但是彭丸節 因為彭丸節不是我主辦的 彭丸節是彭丸節政府主辦的 即料你要進到彭丸節的會場 就歡迎你到我的魔法屋 來看看我們這些好玩的科學遊戲 那我這邊也幫彭丸節做一個小小的宣傳 彭丸節它是希望很多小朋友參加 那今天呢 我也告訴大家一個 然後很好的機會 有獎金喔 獎金很高喔 多少 一萬元 美金 台幣30萬元 台幣30萬元做什麼呢 它有一個童丸創意大賽 你這樣設計好好玩的童丸 你就可以去參加比賽 比賽第一名獎金30萬元 第二名獎金20萬元 第三名獎金10萬元 時間從6月1號到6月10號 快到截止囉 所以呢 有機會你可以去試試看 有沒有什麼好玩的創意 你可以來參加 沒關係這個人就 所以有機會你想要看的話 你可以到彭丸節的網站去觀賞 好 那最後我想借大家的手 借大家的手 為今天的活動做一個很完美的結局 那我想我帶一個 我請一個小朋友來帶領大家 好 今天都沒有上台 沒有上台過 沒有好這是你了 請上來 我要請你來上台幫我一個工作 幫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告訴你 來一樣 我們給這個小朋友站在椅子上好了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呢 來請站在椅子上 今天這個活動呢 其實呢 給你了很多的魔法 很多的魔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你經過這套活動之後 你發現你的觀念也許改變了 也許你有很多的新的知識了 而且我告訴你 今天你也有學到一個很特別的魔法 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鈴鐺 這個鈴鐺是有魔法的 你知道嗎 你幾年級 二年級我告訴你 這個魔法在哪裡了 這個鈴鐺就跟遙控器一樣 看到嗎 有沒有 可以遙控大家在拍手 很厲害對不對 來再一次喔 很厲害對不對 好所以來 這個鈴鐺呢 就拿到你手上 我要借助跟各位的手 為我們今天做一個完美的結局 等一下 我從開始的就要叮叮叮叮叮叮叮 搖呼大家喔 來做一個完美的結局 等一下 手舉高 看前面 等一下 有沒有很可愛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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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做宣傳 所以我今天同玩前的活動手冊呢 一樣 請你幫我抱在手上 這樣更可愛 有沒有很可愛 像什麼 像什麼 這樣怎麼會像自由女神 唉唷 你們太有搶像力了 我覺得這樣一點都不像 要怎麼樣才會像 真的這樣不像 我告訴你 要怎麼樣才會像喔 至少要這樣才會像 好那我們現在都準備好了 接著 我們就要用這個小朋友來帶領大家 為我們今天的活動 帶領完美的結局 好預備 我說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搖臉 預備開始 喂 你這樣子搖當然不會有聲音 我看 舉高 動作大一點 好動作大一點 好再一次喔 來預備 開始 喂 你不要看著 就看著不會搖出聲音的 你要有動作 要有這樣子動作大一點 來再一次 預備 開始 你為什麼不搖 你有搖 你搖搖看 哎呀 哎呀 你把我弄得好 你湯弄壞掉了 沒關係 既然鈴鐺弄壞掉 還好我告訴你 哈利波特送了我一隻很棒的魔術棒 這個魔術棒可以瞬間 把任何壞掉的東西都修好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魔術棒呢 非常厲害 你只要拿著我的魔術棒 用力從後面鈴鐺這樣敲下去 這個鈴鐺就修好 來拿著我最喜歡的魔術棒 把它敲下去 你是來搗蛋的是不是 等一下啊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來來再一次 來 這個魔術棒真的很珍貴耶 哈利波特送我一隻 拿著我最喜歡的魔術棒 用力從這邊敲下去 敲下去 敲下去 然後呢 這個鈴鐺就敲了 來 拿著我的魔術棒 敲來 拜託你不要這樣 等一下 哇 哎 活動都快要結束 你還在這樣整我 我已經講得滿頭大汗了 你要賠償我 這樣好了 最後一個 你看 幫我 敲下去 不然我真的是 講不下去了 我跟你講來拿著扇子 男生開扇子要開得帥氣一點 抓著扇子 一二三 甩開來 來 一二三 甩下來就不要再拉回去 來自己試試看一隻手 一隻手 一二三甩下去 來來來來來 不要再摔下去 再一次我跟你講 摔的時候記得 一二三 然後就停住了 來再一次 抓著扇子 來預備 一二三甩下去 你看 甩下去有點精神 有點精神 來預備 抓著 來預備 一二三甩 你是那麼有仇是不是 等一下 還是你不會用一隻手開 你不會用一隻手開 一隻手很簡單就這樣開 如果你不會的話 兩隻手也可以 一二三 這樣可以嗎 好來最後一次 來預備 一二三開 好算了 我知道你很努力了 這樣好了 最後藉由大家的手 為我們今天的活動 做一個很完美的結局 來謝謝 好最後我給各位看一張好影片 為什麼今天要做這樣的活動 其實我們常常說 教學相長 教學相長 當我們今天 教跟學其實是兩回事 今天為什麼要辦這個親子的活動 親跟子 為什麼要請你們親子一起過來呢 因為家長你有很好的機會 跟小朋友做個互動 其實有時候你在教小朋友東西的時候 你也是在做一個學習 教 怎麼講 英文怎麼講 peach 學 我們叫什麼 learn 教跟學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我藉由這個畫面給大家看 為什麼說教學相長 其實它真的是一體兩面 你可以看到 peach 跟learn 剛好是怎麼樣 是一個鏡面的一體兩面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一個概念 讓大家 回到家 跟你們小朋友 跟你們的 未來的主人公 有一個很好的互動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實在太精彩了 我自己都想改行當魔術師 至少可以搖一搖這個 我們來搖看看有沒有誰 真的沒誰 我就是沒有魔法 好啦 那實在太精彩了 我們先問一下 下學期還要不要我們林老師 帶來跟我們講 加油 你看 這麼熱烈 好 所以我們先預約下個學期 所以下個學期 如果還有林老師 來跟我們講科學魔術的話 要參加舉手 喔 全場都要參加 好 那 今天活動非常精彩啦 我們還是要在 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謝謝林老師 今天整場精彩的活動 那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 感謝狀 要製正給林老師 來 謝謝他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我們要畫一個 這個完美的Ending 就麻煩各位大小朋友們 幫我們填寫一下這個問卷 天后 還有一點要澄清 剛剛那個林老師一直說 說這個都是助教授送的 都是我送我就完了 我今天過產了 我大概要送一兩萬的東西 出去啦 在這邊我們要感謝誰 支持我們這個活動啊 什麼啊 什麼啊 林老師 什麼 林老師 你全部都要買單 對我們要謝謝 中央大學 OK 所以我們一起來補償 謝謝中央大學老師 謝謝 謝謝 然後 謝謝大家今天來 祝你們愉快的週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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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